Hello,大家好,我们都知道现在全世界除了之前提到过的像汽车智能化,软件服务云端化,数据分析AI化这些大趋势以外,其中还有一个趋势也值得投资者是多加关注的,那就是企业的数字化。 而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其实有一个细分领域非常重要,那就是低代码的开发方式。 那以往的软件开发对于程序员的要求是很高的,因此无论在诱人成本,在员工管理方面都给企业其实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但是低代码开发方式的出现和壮大对于数字化企业的意义其实是很大的。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的低代码开发这个细分领域的现状,以及相关可以关注的公司。 为您打开全新视野,关注背后逻辑,欢迎收看168卫视,大家好,我是陈薇。 那开始之前,如果各位朋友还没有订阅我的节目,可以订阅一下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通知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所谓低代码呢,指的就是无需或者只需少量的代码,就可以快速的生成应用程序,并且可以快速的配置和部署的开发方式。 那低代码开发对于代码进行了模块化的分装,那软件开发人员或者说业务人员可以通过在一个可视化的界面里面进行一些我们常用的拖拉拽的方式,直接就可以生成应用程序,减少了软件开发过程中代码层面的重复性工作,也降低了应用程序开发的门槛,那符合现在企业数字化的一个大趋势。 不过广义上的低代码开发平台,其实还可以分为低代码和无代码两种平台,那两者的区别呢,其实就在于一个是需要一些代码,而一个呢是完全不需要代码。 那低代码对于用户的编程能力,虽然说不像传统软件开发那么高,但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主要面向的就是企业内部的开发人员,那开发人员可以通过二次开发,实现一个丰富的功能,那灵活性比较高,而且好处是,相比完全无需要代码的平台来说,低代码能够开发出一些稍微复杂的功能,适用于那些对复杂性要求略高的企业的应用场景。 那低代码开发的具体好处又有哪些呢? 第一个最直白的,就是降低代码开发的成本和门槛,这个呢不难理解。 而第二个好处就是,传统的软件呢属于已经定型的产品,那缺乏定制的属性。 那企业如果发现部分的功能无法使用,或者想要进行一些调整的话,就需要提交需求,交给软件厂商来进行评估,流程呢一般比较繁琐复杂,而且响应也不及时。 那低代码的方式呢就可以满足随时随地的修改需求了,甚至可以不通过IT部门就能实现。 那这些后续的更新迭代也更为的便利,能够快速响应到现在快速变化的业务需求,加速一种商业的创新。 而第三个好处就是,如果企业的规模够大的话,其实通常会有多套系统,那彼此之间能不能共存或者互通还是存在一个疑问的。 而低代码可以通过同一的平台,去开发出满足不同业务需求的软件应用,这就天然能够实现他们数据的互联互通,毕竟是一个平台嘛。 所以就能够很好的将企业多套系统完全打通,对于企业来说就有很强的整合性和灵活性了。 那还有第四个好处就是降低了企业的招工门槛。 哪怕我们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区,可能很缺乏高水平的IT人才,但是我们也能够通过低代码的平台,来使用一些初级的或者初学者,就能够去进行一些IT相关的开发。 这就有利于不同地区的企业加快创新的步伐,从而就让企业能够更加具备灵活性。 那其实低代码的开发方式,尽管好处是不少的,但之前由于技术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这个行业就已经存在了。 但是在2014年之前,都是发展比较缓慢,甚至没有太多人关注的。 直到2015年的时候,亚马逊,Google和微软等巨头开始入局到低代码的开发平台市场,才令这个细分的领域是开始逐渐的升温。 不过这个细分领域目前发展势头比较好的公司,暂时都还没有上市。 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能够直接在二级市场选择的投资机会并不多。 但还是有两家公司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分别就是Out Systems,还有就是Mendix。 不仅他们在低代码开发的领域中的势头是比较好的,而且上市的前景也是不错的。 其中Out Systems是最有可能会尽快上市的。 所以如果对于这个领域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就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这个公司了。 2018年的时候,Out Systems的融资和Mendix被收购,是低代码平台行业的标志性的两大事件。 这两家公司在Forest Research和Gatnet的测评中也是双双被列为这个行业的领导者。 Out Systems的2001年是成立于葡萄牙的里斯本,2018年获得了KKR、高盛等3.6亿美元的融资。 当时的估值虽然只有10亿美元,但已经成为了行业内首家的独角兽了。 而2021年的时候,也就是今年的时候,他们又获得了Abidio Capital和Tiger Global1.5亿美元的融资。 估值已经达到了95亿美元,短短3年就翻了接近10倍。 那2011年的时候,由于业务增长缓慢,Out Systems是改变定价模式,变成了一种订阅的模式。 这就是搭上了云计算大火的时候转型到了云服务。 逐渐推出了免费平台,给个人提供云环境支持的开发人员免费创建, 和部署网页和移动应用程序的功能。 那2015年的时候,公司正式转型为云工作平台,专注于提供云服务。 2012年到2017年这6年的时间里,他们的收入平均增速是达到了41%。 而2020年的时候,他们又和亚马逊的AWS达成了战略合作, 加强先进的云服务集成到应用程序中的能力。 所以就产品能力而言,Out Systems具备高开放性和可拓展性, 优势就在于可以与任何的数据库、系统、开源接口进行对接, 并且通过他们开发的应用程序是可以直接发布到App Store和Google Play 这两大主流的应用程序商店的。 那同时他们自己也在积极打造一个生态社区, 使用者可以直接发布自行开发的应用或者说插件, 供其他的使用者进行一个更加便捷的分享和使用。 那截至2021年的时候,他们的社区已经有了超过43.5万名成员, 应用的下载量达到了100万,还有超过35.7万的相关课程。 那通过社区就能够进一步的方便他们的客户进行学习, 从而提高客户的粘性,这也是他们非常关注的一个增长的领域。 那另一家公司就是Mandex了。 2018年的时候西门子是以6亿欧元收购了这家公司, 那保留了其自有的品牌和文化, 这样就能够让Mandex凭借他们独特的平台去服务各行各业的客户。 同时西门子还将Mandex纳入到了数字化工业集团软件业务的一部分。 这样就与西门子的Mandesphere相结合, 通过加快面向工业互联网基于云的应用程序的开发, 完善企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和工业互联网的建设。 那和OutSystems不同的地方就在于, Mandex更加深入的是在工业应用的场景, 那收购后就可以分满整个西门子工业软件的布局, 这为工业互联网提供了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不过放眼整个行业,当前低代码的渗透率还是比较有限的, 但是吸引力是很大的,不少销售场景中, 现在都是客户在主动去寻找相关的解决方案。 那在这种背景下,产品能力方面具备优势的厂商, 就能够快速的发展客户并逐渐形成壁垒, 也就是打造他们的商业护城河。 那在这个阶段,企业业绩主要还是要靠新客户来拉动的, 但逐步到后期的话,随着渗透率的增加, 企业用户的一个增购和扩购将成为业绩的主要驱动因素。 这就逐步转化成了一种SaaS的模式, 并在较大程度上需要去依赖于服务方面的表现, 服务质量的重要性也就会愈加的明显了。 那这就是对未来整个低代码开发平台的一种预期。 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低代码平台的使用往往是由部门进行切入, 由日常的办公场景进行切入, 由边缘的业务场景进行切入, 但是随着产品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将会逐步的深入到更加核心的业务场景中, 尤其是针对工业制造业等核心流程比较复杂, 以及涉及到硬件的场景。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 现在这个行业已经开始逐步获得更多的关注了, 但依然是处于一个发展的很初步的阶段, 因此其中可能会隐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那如果对于这个领域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提前开始多做做功课, 多多的关注这个领域的相关信息, 相关的公司, 从而就能够发觉到可能别人还没有注意的, 未来更大的投资机会和投资潜力了。 那希望今天的这些抛砖引玉呢, 能够帮助您先简单来了解一下这个领域, 带来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和启发。 那如果您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愿意和大家分享的话, 也是非常欢迎在底下留言评论。 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更新通知了。 祝各位投资顺利,健康平安,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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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